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是今天大漲 那盤中甚至於離歷史的高點 13031只差10點 那到底台北股是走到這時間點 又出現了大漲連續漲3天 那台股這裡要不要做多 到底這個盤後面會怎麼去走 各位這東西待會兒 我會慢慢的跟大家去做解說 會有一個邏輯性的一個推理 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我們仔細看這個盤 蠻有趣的啦 因為指數從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原本的台股 這一個半月以來 要死不死的 對不對 好像在盤頭 那結果禮拜一 去漲那個跌升的高價股 昨天稍微去動一下台積電 結果今天台積電又再繼續漲 結果台北股市呢 今天離錢高 只差10點對不對 那今天台北股市中場的時候呢 是漲了131點 那成交量是2063億 那到底這個盤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各位我們仔細看 會不會往上攻一定有它的條件在 甚至於它要攻什麼股票 才能夠讓指數繼續往上攻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如果說今天台北股市會不會過錢高 我覺得那不是我看的重點 如果你過錢高又下來 那就沒有什麼好買的啦 就比如說呈現一個高檔震盪牌嗎 到時候去買又買在高點 如果你過錢高還能夠繼續往上攻 那這裡要看後面要做什麼股票 好那到底要怎麼去研判 我們直接來看 建台北股市的大漲都是由台積電帶出來的 因為昨天蘋果發表新產品的一個發表會 我們會發現到 它新的iPad Air率先採取5奈米的晶片 那你那個5奈米晶片呢 全地球上面也只有台積電在做啊 所以台積電是大得利嘛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的ADR飆了6% 它不只去帶今天的台股 它連昨天的費半也帶起來 漲1.7%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那我們仔細看 蘋果發表新產品 那對台積電有利 那對蘋果有沒有利呢 同學你注意看 昨天台積電的ADR漲6% 可是這是昨天蘋果的走勢 蘋果早盤開高之後呢 就沒有高點 就怎麼搞了 就沒高點 然後收盤的時候呢 幾乎收在平盤左右 那今天不是說 只有蘋果的股價這樣 你再注意看 我們把昨天美國的 一些相關的重量級的個股拿出來看 你會發現喔 這是台積電嘛 漲6% 但Intel呢 只有漲1%左右 NVIDIA呢 不到1% 0.9% 比方說美光漲多少 漲0.04% 也沒什麼動啦 AMD漲1.3% 那可見的呢 昨天的美國股市啊 全部都是台積電去帶動的 好 可是呢 從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我們要現在去看嘛 你台北股市能不能過錢高之後 繼續往上攻 那你現在不是說 只靠一檔台積電嘛 那你到底美股有沒有機會攻嘛 那如果說美股沒辦法攻的話 那台北股市的高點不會太多 這個我們用邏輯性的方式去做推敲 好 我們來仔細看 台股今天 離錢高只差10點 但是 昨天美國股市 你注意看 昨天高科技股漲上來 可是呢 他有沒有讓我們看到 過月線 沒有啦 他現在在月季線之間去走區間 好 昨天台積電的上漲 他讓費神半導體漲比較多一點 然後呢 費神半導體呢 在昨天收盤的時候 幾乎就在月線位置區 流點上影線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 就已經站穩了月線 我覺得 還要再花點時間看 花個幾天看 但是呢 高科技股如果沒有站上月線的話 你說台北股市會有一直在創高 一直在創高 我覺得機率不大 那我在這兩天 我有跟各位說過 美股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打下來之後 他沒有繼續再往上攻 到今天為止 連續連這兩天漲起來 都還是維持在月季線之間 那是因為 美股本身的籌碼面 還沒有遭到化解 什麼意思 我們仔細看 美股在八月份以來 衝高之後 現在壓回 在月季費院附近走整理 那投資人仔細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這兩天有跟他講 美國股市到八月底 就說從八月份開始 這一個月的時間 美國的散戶在各股選擇權 對一般股票的成交量的比重 超過120% 還高於三年前的40% 三年前最高是40% 但問題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散戶對於各股選擇權的買權 他做的比股票還要來得多 而且多出多少 多出120%對不對 好 那散戶八月份 總計買進 5000億美元的買權 比前一次2018年 寫下單月歷史高點 大增五倍之多 有沒有 也就是說 美國股市現在為什麼它上不去 因為它籌碼不對 什麼叫籌碼不對 八月份的這一段 美股為什麼衝高 因為散戶大買個股的選擇權 買了5000億的美元 當散戶一致大買之後呢 股市創高之後 結果就跌下來 而且跌的速度很快 好 為什麼跌的速度很快 因為你散戶在追嘛 那你去看啊 誰賣給你 好 我們仔細看 誰在賣 外媒發現啊 一名大型選擇權的投資客 近日將多檔 美國科技股的選擇權 多頭部位把它平倉 就散戶在追的時候呢 有一些專門在做選擇權的投資客 趁勢呢 把它做多頭平倉 大約211億的新台幣 有沒有 數量蠻大的 好 那你再仔細看 之前我們也跟他講嘛 8月份美國股市走噴出的時候 那時候8月份企業的高層 脫手了67億的美元 自家公司股票 8月份總共有1042名的執行長 財務長 公司董事長 都在賣股票 對不對 那蘋果昨天為什麼 開高走低打到平盤 新產品出現啊 問題是庫克 早就在分割之前大賣股票 再來 特斯拉大漲之後呢 大股東也在大賣股票 所以你就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現在美股的籌碼面沒有化解掉 因為散戶在這個地方 還是拼命的去大買選擇權 所以造成什麼 散戶拼命追嘛 那所謂的選擇權就是 一般融資的話 我們現在台股的融資 大概你借個五成嘛 自備五成嘛 但是你去做個股選擇權呢 大概你只要自備一成到兩成的資金 所以那個槓桿比例非常的大 但問題是當你散戶拼命去買的時候呢 結果大股東都在賣 好那各位你想一下 台股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 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設想的是 台股就算你創新高之後 你還有多少高點 那如果說 美國股市在這個時間點啊 它還是走區間 甚至於它破季線的話 那我們各位 就算台北股市有高點 你要追嘛 你想一下 尤其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啊 去漲台積電 但是呢今天整個台股呢 成交量是2063億嘛 那你今天台積電一漲起來之後呢 今天成交量高達多少 6萬多張嘛 對不對是開始出量嘛 但問題是 當你漲台積電的時候 在市場上面今天反而靜悄悄的 為什麼 因為每次都這樣啊 當你市場量不夠 你又去漲台積電 當你去漲台積電的時候 其他股票都不漲了 甚至於都往下跌 因為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所以我就說 到底今天漲台積電是浮還是貨 如果說你今天有台積電就算啊 如果你今天沒有台積電的呢 同學你想想看啊 當漲台積電的時候呢 對於一些中低價的個股 它壓力就出來了 你注意看 今天整個盤面裡面漲台積電 可是問題呢 今天有些之前的 那什麼中低價的個股 傳產的個股 太陽能的股票 還有之前的長榮 是不是都跌下來 那這都是在之前 過去這一個月裡面 散戶在買的股票 所以呢 就算這個盤繼續漲台積電 那對於一般投資朋友而言 未必是有好處 可是重點是 那到底這個盤到底有沒有機會繼續再走多 剛剛我們就說過了嘛 除了美股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之外 那我在抓中 就是抓這個盤是有沒有機會去攻的一個角度啊 我從籌碼來抓 我們來仔細看哈 到底要不要做多 對啊要不要做多 我八月份都一直跟你講啊 把股票賣賣嘛 你這一個多月以來 如果你拼命去追的也沒淘到好處啊 那現在又漲台積電啊 可是每次漲台積電 其他股票不漲啊 那不是掏更多嗎對不對 好那到底這個盤可不可以做多 我們要從什麼角度來看 各位你注意看哈 因為今天是期貨的結算啊 我們就從期貨外資的倉位來看 你可以發現到啊 過去這兩個月 也就是八月份跟九月份的期貨倉位 外資最高的時候呢 在7月27號 那個時間點最高是32456口 有沒有在這裡嘛 結果呢這中間的過程裡面啊 就算你稍微有來到3萬口 結果馬上又下了 當外資的期貨倉位 一直都在這個位置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啊 怎麼搞的 這段過程裡面指數都上不去 對不對 還類似什麼 有出現盤頭的跡象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 台股今天結算完 接下來是10月份的倉位 那你現在要去看什麼 這兩天 外資期貨的倉位 有沒有辦法 突破這兩個月以來的新高 從過去歷史裡面 我們之前跟他講過啊 當外資期貨的倉位 來到4萬口的時候啊 那個月的期貨倉位 一定是衝高的 對不對 好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外資期貨的倉位 它又在3萬口之下 又像這兩個月一樣 我問你這盤怎麼勾 就算創新高也是要下來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走勢 就不用追了嘛對不對 好那再來 如果說外資期貨的倉位 能夠突破這兩個月的高點 好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錢高在32456口 那如果說你10月份的指數 要拉高的話 那當然最好是接近4萬口 所以呢我認為 來到差不多3萬4千口的 這個位置區啊 如果他能夠來到這個位置區 3萬4 那代表說 你有機會去衝4萬 那你10月中的期貨結算呢 就還有機會再拉高 所以呢 台北股市 就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呢 關鍵點在哪裡 就看外資期貨倉位嘛 那因為今天結倉嘛 那接下來這兩天就看 它的倉位到底是如何 如果一直都在最近啊 就維持在那個3萬口 或3萬口之下 我要建議你啊 就不要亂追了 因為後面根本沒有那種 攻擊的力道 你追什麼追 那如果說來到3萬4千口之上 有機會往4萬口去衝的話呢 指數會衝高嘛 好 可是重點來了 那你想想看嘛 如果外資的期貨倉位 是來到3萬4 有機會衝4萬 那代表說外資積極做多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 那指數要攻啊 但是問題是 外資會買什麼股票 外資買的股票絕對不是小股票 所以呢 到時候外資會去買的 比方說像是一些全職的個股 比方說台積電啊 鴻海 或者是一些什麼 大型的個股 對不對 好 那投資者 你再試想一下 當外資的期貨倉位 能夠來到3萬4千口之上 或來到這個位置區 代表說它有機會去衝高 可是呢你外資進場的時候呢 它都是買大股票 那你市場資金只有一套啊 那到時候呢 大股票在動 你小股票繼續點 所以呢 就算指數再衝高 我可以跟你講 小股票更要特別小心 所以今天我的測標就寫啊 到底漲台積電是服飾貨 這一個多月以來 很多產戶都去買什麼 買一些那個什麼生技啦 要不然是太陽能啊 要不然傳統產業類股 要不然就瘋店 像買了一堆套在上面嘛 好啦 台積電漲啊 但是到今天為止呢 這些股票都不動 所以呢 我還是建議各位齁 台北股市要不要做多 我們就去看外資期貨倉位 它到底有沒有佔上3萬4 但是就算它佔上3萬4的時候呢 我要借你啊 你還是到時候會以大型的股票 作為攻擊的標的 那你手上的小股票 還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目前啊 如果依照這個盤勢來看 因為整個美股 還沒有過月線啊 如果它破季線的話呢 那到時候很多股票要往下殺 所以呢 就算你台積電跟大型股票在動 你小股票會越來越不利 所以呢 對於一些小的股票啊 目前還在溫水族青蛙當中 你要預防什麼 去做追價的動作 好不好 這是我們對盤勢的看法 所以外資期貨的倉位來決定 後面到底要不要去做多 但是做多的方向 會落在一些比較大型的個股 OK 那至於其他的一個操作呢 那我們待會回來 再來跟大家去做解說 尤其指數這樣子漲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做 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090927810909 運搭投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指數大漲漲了131點 那今天成就量是2063億 不過今天市場的量 大部分都集到大股票裡面 像台積電今天一漲起來 有6萬張的量 所以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當市場的資金集中在大型的個股 指數很漂亮 可是有些股票呢 它就上不去了 所以我剛好跟大家提示過 到底這個盤有沒有機會創新高 我覺得這不是我思考的重點 是它創新高之後 有沒有機會再繼續去走高 那這個研判的重點 我說要看一下什麼 今天期貨結算 結算後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 它到底是多少 如果又像這兩個月一樣 都沒有辦法再上3萬口 都還在3萬口之下的話 我跟你講 那這兩個月指數走震盪 外資又沒有攻擊力 你就不用追了 OK 那如果說外資的期貨倉位 能夠突破這兩個月的高點 我說最好是來到3萬4 因為來到3萬4 就有機會去衝4萬 那到底呢 那到最後呢 10月份的期貨結算 就有機會衝高 但問題是 當外資要把指數再拉高的時候 它一定去拉全值股 一定去拉大型股 所以呢 對於小股票反而會跌更深 反而會跌下來 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今天指數是往上漲 對不對 可是你注意看 當指數再往上漲的時候呢 今天有些小股票 比方說生技的個股 你看都一路慢慢走跌 好像溫水煮青蛙 每天跌一點 每天跌一點 跌到現在為止呢 又快創波段低點 比方說什麼很大 有沒有 之前你去追高的 慢慢跌慢慢跌 前幾天還在創波段低點 比方說什麼 成德 最近的股價就這樣子 還破季線 比方說國光深 你看喔 這不能再跌了 現在已經來到月季線位置區 你去動大股票 結果你小股票一跌下來 結果呢 反而開始出現做頭 所以呢 要特別注意什麼 拉東出西 所以到底拉台積電是浮是貨 看你現在手上個股是什麼 如果你都是小股票的 我剛說過 你要預防 現在還在溫水煮青蛙 OK 好那重點來 那當然你會說 老師今天指數漲上來了 那你是不是被軋空了 各位我們注意看 在指數的部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是逢高空 對不對 好 那期貨的操作呢 我們都是拉高的時候 我們去做放空 但是期貨我們一定在當天的時候 我們去做結倉 因為台股在走區間嘛 我都不留倉 好我們就當天以當沖為主 所以呢 我問你啊 你以當沖為主 你怎麼樣 你去逢高空 當天逢高空 你要怎麼搞我空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注意看啊 我就拿 我就拿那個 9月份的好了 好不好 9月份 當時12760 我們拉高空 對不對 拉高空完之後呢 一跌下來 你看 12660 市價回補 放空回補 當天結束 再仔細看 9月3號 12840左右的時候 我們去放空 空完之後呢 一打下來 我們在12760附近 市價獲率回補 這樣幾點 80點 9月7號 拉高的時候呢 我們在12690 我們去放空 一跌下來 我們市價回補 對不對 這樣60點 9月9號 12555的時候 我們去放空 一打下來 12450 我們市價回補 對不對 你都會發現到啊 我們的期貨操作 我們是不留倉的 因為 期貨的風險比較大 但是我一定要 把你的風險 控制到最小 我希望能夠 賺取最大的利潤 我希望能夠 盡量的幫我們的會員 去賺錢 但是呢 要考量到風險 所以我們都是怎樣 當天拉高空 然後呢 打下來 我們去做回補 所以那今天的盤市 就算上漲 那高我什麼空 我們都是風高空啊 好我們舉例來講 像最近這兩天 我就跟他說過 你看喔 9月14號禮拜一嘛 我12780上下5點 我們去放空 結果呢 拉高的時候 我們去放空之後 這兩天的盤 一拉高 就在那邊走震盪 要漲不漲 要跌不跌的 對不對 所以呢 9月14號那天 我說 今天80左右的空單啊 我建議在80附近 就市價回補吧 保持空手 那我昨天也跟他講 這兩天盤都這樣啊 拉高之後他就不太動了 所以呢 我說結算完之後呢 空間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結算完之後再空 對不對 好那各位 當你今天台北股市 在衝高的時候啊 我還是繼續空啦 因為我去抓他的高點啊 每一天的高點 他壓力點在哪裡 我都會去做換算嘛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因為台積電 一衝高 拉高起來之後 今天9點43分左右 我換算的高點 在13010附近 所以我9點43分的時候 我掛13010 上下5點空 結果你會發現到啊 結果11點27分的時候 來到多少 13013嘛 對不對 是不是空得到 沒錯啦 所以呢 當你空到之後呢 我又再試想啊 今天是結算啊 他會不會像前兩天一樣 又在那邊噹噹噹噹噹半天 當你今天的高點到了啊 壓力點在那邊啊 好你注意看啊 我今天12點20分 跟我們會員怎麼講 我說近日指數拉高後 就維持區間嘛 結算後空間會比較大 那我們期貨的都是 以當衝為主不留倉 今天期貨的空單 因結算的關係 那我把停損點設在哪裡 13025對不對 你看我13010附近 我們去放空 我設在13025嘛 大概就多少 20點左右 我用最小的風險 好不好 用最小的風險 我們看能不能賺最大的利潤 好 今天台股最高的時候呢 他來到13018嘛 這地方稍微來到13018 那結果呢 有沒有達到停損點啊 雖然我只設20點 問題是也沒達到啊 好所以咧 你注意看 這邊空完之後 哇急殺 有沒有 急殺之後又急坦 好 這一段啊 依照我過去的操作啊 只要每次急殺的時候 我就試駕補了啦 問題是 今天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可惜啦 就是 1點鐘的時候 我正好在上盤中節目 剛開始一看到急殺的時候 哇糟糕來不及 糟糕來不及 好那這個東西 這個以後我會再想一下 要怎麼樣 幫會員賺取更多 否則的話 今天急殺下來 我們這樣子一補出來 我跟你講啊 100點 100點 不過很可惜我那時候上節目 所以呢 今天結算嘛 我們就這尾盤就補他補了 好所以呢今天是這樣子 40點 有沒有 所以我跟大家說啊 你要怎麼搞我空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子做啊 當天結算 當天結束 當天當衝 我們每天去幫你掌握這個市場的高點 我們就是要去賺取最大的利潤 更何況台北股市我們剛說過啊 台北股市就算這個地方再繼續往上供 那你要去看外資的倉位夠不夠嘛 對不對 就算你外資的倉位是多單次繼續在供的 他也是因為買大股票啊 那你的小股票你要特別小心啊 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所以呢你前一支人只去追什麼風電 追什麼生技的 追什麼太陽能的 我是建議你喔 要特別小心 不要拉東出西 所以台積電漲是福是貨 就看你的股票是什麼 好不好 所以咧 關於股票的操作 該做多我會做多 但是呢我會幫你掌握最好的股票 但是我們現在看一下外資的倉位變化 期貨的操作呢 我們會幫你掌握最好的利潤 而且當天就結束 不會造成你很大的風險 好不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股家期一路發的計畫 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